谁啊 找你的 自己去看了吗 你要跟他说一下吗 我说你这个孩子 能不能不懂 上飞呢 姐姐懂 怎么来了 今天是我们俩相识的 第两个天 之前我装作 不记得了 就是想今天给你一个惊喜 谢谢 你跟我跟我一起 为什么要等一下 你等我一下吗 你等我一下 不要 你现在就下了 现在已经很美了 等我一下 快接吧 一步就是在后 就像是还在梦中 原来他都记得了 你还吃不吃了 不吃了不吃了 你吃吧 添危迁 我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没吃了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才可我们 sommes要补给外公主 挺吴得欠你的 我再等一下下 我马上就好了 方叔 我马上过来 ,我们的城市 我们都去哪里 我们的城市 ,我们走快到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去哪里 我才想是一个男人 它不在心里 我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啊 天天 明轩哥 你怎么来了 刚接到方叔电话 我就马上过来了 不好意思 还是让你知道了 我爸他就是太紧张了 所以才会这样 他这样的还跟我哥姐吗 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自己一干考着 我只是不想让你看到 我这个样子 男人突然爽约 十九八九啊都是有事 我建议你好好地查一下 我说你这十九八九的概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呀 我倒没有科学的依据啊 我就是让你领会一下这个精神 我可是过来人 我告诉你 男人就是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物 你说唐明轩呢 他是真的有事 还是假的有事 还是到底有什么事 可要做你一查 要是这个方有一点的苗头 你一查 他一顶着 一下 就把他的火苗给扑灭了 我说你可别疑神疑鬼了 我相信他 他不是那样的真实 你就这么相信他呀 我跟你说 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信的生物 吃着碗里的 下着锅里的 你可不要信男人那些鬼话 再说了 你那个唐明轩多的是女人喜欢 你小心点 我说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还有啊 我今天找你来是陪我聊天的 可不是让你给我添堵的 我说的有错吗 我要是没有我们家程阳 要不是看见唐明轩那样的男人 我也要聊一下哦 我说你越说越夸张了 我觉得呀 在感情里面 两个人信任是最重要的 而且最近他一直在忙 万彩云烟的事情 大修马上也要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离不开他的 算了 算了 我觉得你已经没救了啊 恋爱中的女人呢 就是头脑发热 你是被爱情冲锋的头脑呢 脑残 你可别忘了 我当初是怎么相信崇洋的 结果你也看到了 我说我今天找你来 是不想浪费我这精致的妆容 你要是再叠叠不休的话 我就走了啊 好好好 我不说了 行吗 为了你这个精致的妆容 你赶紧吃完 我带你逛街去 让街上所有的男人 都看看你今天 多么的美丽笨了 我说我多少遍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倩倩 你怎么又来了 我担心她 想过来看看她的 你我心里边都特别清楚 你来找倩倩 就是为了抵消 自己内心的愧疚感 对吗 我再最后警告你一次 永远地从倩倩的世界里消失 永远 你没有资格这样要求我 果然还是关东主持者 最有幸福感了 是啊 好久都没有吃了 哎呀 嗯 嗯 嗯 好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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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 到底他也知不知道 你是他女朋友啊 今天他聊天要干嘛 小姐 喂 明轩 对不起啊 宝宝 我今天 临时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 我知道我做了 改天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嗯 没关系 我相信你 嗯 我现在和都都在一起呢 我们难得出来 然后就在外面逛一逛 嗯 这样吧 等我回家之后我打给你好不好 那你努力工作啊 嗯 拜拜 我说你也太没出息了吧 这么简单就原谅他了 我知道他工作很忙 不想给他造成困扰 大佬的女人真是难做 不过啊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 说一天了 你是想说服我呢 还是想说服你自己呢 嗯